换一句话说 因为来生连人天生都不能达到 这个法就不善 佛在经常告诉我们 贪令 的墨鬼神 成会嫉妒的地狱神 愚痴的出神神 傲慢的心有神 这个神不好啊 对这个不善的神 那个意音就不善 所以把善恶的标准 给我们说出来了 这不是释迦牟尼佛的学术 也不是释迦牟尼佛的意思 而是四识真相 佛所说 全是四识真相 这个善恶 佛归马十条 这个善法就是十善业道 十善业道的反应 就是十卧业 十卧业的果报 散途 地狱魔鬼出生 能如此可止 我们要提升自己的敬业 没有别的 转我为善而已啊 谢谢大家